近日韩媒一反常态 高调一侧 目前中国在东北部地区部署有五个弹道导弹部队 这些部队装备的东风导弹正瞄准关岛 日本冲绳和朝鲜半岛弹端 而萨德系统可将中国的东风导弹封锁在朝鲜半岛 并破坏中国的导弹站 11号 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詹姆斯·旭林低调放韩 与韩军高层人士商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事宜 旭林极力美化萨德称其在13次拦截饰演中 军命中目标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 可拦截各种高度和各种轨道来袭的弹道导弹 但两国民众并不满账 在即将到来的8月15号光复节上 韩国兴州将举行815名军民集体削发的抗议活动 而美国白宫网站上要求撤回 在韩部署萨德决定的请愿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 好 那么关于萨德这个话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网友们都提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已经看到了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提问很多 第一个就是小胖就是我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萨德部署韩国之后 真的能够拦截中国三分之一的东风导弹吗 中国该怎么反制 好 我们来请今天现场的嘉宾来为我们做解答 有请明智来到大屏幕前 结合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应该是宋老师 对不起 宋老师 闲头闲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 好 请宋老师到大屏幕前为我们做一个解答 实际上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吧 我不知道韩国媒体怎么会说 三分之一的我们中国的东风导弹会对他拦截 还能算出三分之一 包括你像美国国家导弹防疫局的这个局长 他说所谓的13次拦截 这个数据都是在理想状态之下来完成的 我们来看一看萨德 萨德实际上是部署在韩国的新州郡 那么它的前置预警雷达能够看到2000公里之外 这个确实对我们的华北 华南 东北 包括华中地带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但是怎么办 你看我们有多种模式 你看第一种模式 这个动画那种挺好玩 到最后这叫机动变轨 你可能打我固定弹道 比如我像一个抛物线过去 你能够对我进行拦截 但是如果我在末端进行机动变轨的话 你是拦不住我的 就是我根本就不让你知道我的弹道 我不按照规则来出牌 你怎么能拦得住我呢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叫饱和攻击 你看那个动画 有这么多导弹直接打过去 而且都在进行机动变轨 你要想再打我 那么一比登天还难 这实际上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在战术战法上 可以优化我们目前的拦截方式 那么第三就是你看这儿有一部雷达 这个雷达可以跟它的雷达 进行所谓的电子对抗 电磁干扰 以干扰对干扰 你想对我进行致盲吗 你想对我进行探测吗 我最后给你采取的一种方式 让你什么也看不见我 你就是个瞎子 甚至我可以释放一些假的信号 你去拦截吧 你去搜索吧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 你看我们那个发射车 它可能会在整个华北地区 或者是东北地区 跑来跑去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目标洋洞 跑来跑去 它有可能是真车 也有可能是假车 你去看吧 也许你看到的就是个假东西 我真正的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生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实际上也是战术战法 里面一种常用的一种规则 甚至它是个充气目标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的特种兵 就在萨德导弹附近 当然了 这个未必是我们 你看就在前段时间 在朝鲜以及韩国之间 发生了一起 类似于潜伏这样的事情 当时他说 我要启动在韩国境内的 所谓潜伏的间谍 你们到兴州军去给我看一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需要司机把它给干掉 把它炸掉 实际上这就是特种作战 这种特种作战的话 更是防不胜防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要想对付它 无论是软的 硬的 什么方式我们都可以用 毕竟战争是没有常态化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达到目标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走 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萨德不部署在朝鲜半岛 是符合大家的利益 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 无论如何 我们战略上要重视 战术上更要重视 刚才宋老师讲得很明白 就是说你即使部署了萨德 我们也有多种手段 来进行反制 让你这个东西变成废物 没错 所以给大家吃个定心玩 让大家不要担心 对 好 谢谢